他这里讲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说 未来是由善男子善女人,负因自生 什么是自生呢? 是说去帮人家生产 自生就是帮人家生产 负因公私 有些是公事,有些是私事 负因生死 自生就是生了 死的话,好像你要回去啊 好像这个祖先啊,或者仙人啊 这个死亡的时候啊 你要,你要那个 祖先早就死亡 是不是 先好像是说这个 长者啊,过世的时候啊 你要去送上 这就是死 负因即逝 有很紧急的逝 啊,入这个山林中 到深山里面啊 我过渡河海 渡海了 乃至大水货经险道 那里都是很危险的这些道路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啊 这个人应该要念 地藏菩萨名万遍 也是念 地藏菩萨的名一万遍 所过的土地鬼神为父行祝作永保安的 啊,乃至逢以辅狼狮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 这个都是重点 这个是属于平安法 跟地跟前面这个孟安法是差不多了 所以合起来应该是属于这个平安 孟安法 啊,平安孟安法 啊,其实啊 其实他这里面所讲的这个都是会遭遇到的 因为现代人啊 以前古代啊,那个佛陀 他当然不知道啊 这个你出门啊 啊,做什么啊 他可能是知道 但是他没有讲 因为那时候讲也是太那个了 他假如是佛陀生在现代的话呢 他就会讲啊 你坐飞机啊 啊,坐飞机啊 啊,坐轮船啊 啊,开车啊 啊,那时候也没有汽车吧 啊,他这里面都没有讲你开车啊 啊,对不对 啊,坐轮船啊 那时候还没有轮船啊 或者是那个 啊,坐飞机啊 他假如生在现代他就会这样子讲 其实他就是在讲这个 你不管是公事私事 啊,或者是说你要去看亲人 那么亲人在别的国家 你就是要坐飞机的啊 要过海的话 要坐轮船啊 那么要不是乘飞机 就是那个啊 那么要很远的话 你要开车啊 都是很危险的 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那么都会有意外的 所以你要念满南无地藏王菩萨万变 啊,你就平安了 啊,大家都身上不用放这个平安符 因为你只要念满一万变的南无地藏王菩萨 就是平安符嘛 这个就是平安符了 他,释迦摩尼佛已经教你了 那你坐飞机也平安了 坐轮船也平安了 啊,你这个 不管怎么样 你开车也平安 对不起